那一刻後悔是我想繼續唱歌跳舞 我以為我拒絕了就沒有了 我以為我完結了這個人生 我非常支持Yolika 我們也有想過如果我們三個有機會的話 弄個限定或是特別少少的女團玩都好像不錯 Hello AM730的觀眾 我是Sika 我是Alice 我是WinWin 明星 明星生活真的很討厭 好討厭 其實又沒有說真的 因為自己也不會覺得自己是明星 是藝人 都沒有這個感覺 但工作上又會不同了 我覺得比之前是開心很多的 那個工作那個模式 所以我也覺得很新奇 小時候有一個夢想 要成為一個跳牆歌手 但說十一二歲的時候 但去到十六七歲 那個人會開始 又不可以說現實一點 很少會再 嘩 我要追夢 然後沒有想過 突然間 那個夢想就來了 終於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以前就是有些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好像沒有專業 現在之前存下的東西可以一次過在這行動發揮 而這件事是我最想做的事 我開心得在那時候在車站裡叫了出來 其實也沒有說遷摸 那時候只是約我聊天 我已經開心得 因為那時候我是去找阿祖 所以我去了跟阿祖 阿祖 他找我聊天 阿祖 因為 是通知了你不能進入女團 所以過多幾天才有人找你 要不要回來聊天 那段空白期間 非常迷惘地 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因為玩完比賽之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真的喜歡表演 直到找你聊天的時候 那一刻就會覺得 好像天氣給你開了一個方向 都想趁自己年輕的時候 想自己闖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 那時候跟他們說的時候 打來 我想了一秒左右 他們都很尊重我的決定 因為我說 我希望可以試試自己去走一條路 因為我也 決絕的 打來的時候 其實我開心的 還有我有點想不到 因為我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 女團形象 我自己也會有一個既定的女團形象 我覺得自己不是 還有我覺得 我還未可以 我自己是沒有後悔的 但可能會有人說 唉呀 為何你要這樣選 就算我家人 我爸媽都有這樣說 我有點後悔是源自於內疚 到底我是否選錯了 我是否做了選擇 那一刻後悔是 我想繼續唱歌跳舞 我以為我拒絕了 就沒有了 我以為我完的了 這個人生 之後我就 打算回到原本的生活 就是這樣教一下跳舞 或者自己寫歌 那些 但是突然間有個人 真是神明 真是神明幫我 突然有一個人跟我說 你不可以 一輩子都是這樣 你有什麼理由一輩子 只是跳舞 你應該要 人應該要向前走 就是他這個人應該要向前走 令我想通了 剛巧這個時候 公司就突然打來了 我非常支持Yolika 我這邊是獨立的 獨立的個性 而且我是一個獨立的藝人 因為我覺得單拖夠帥 我們都想的 我們都有想過 如果我們三個真的有機會的話 弄個限定 或者是特別少少的女團 都好像不錯 我們自己意欲當然可以 但是公司沒有安排 現在 都不可以說我們自己想 有就有 因為愛麗絲真的是女神 女神類 她會自卑 可能因為自己是女神 因為她會覺得自己比較少 說話比較文靜 其實不是的 那種資訊型 對 還有文靜和女神 已經是一個特色 但偶爾又會瘋了一下 反差BB 反差女神 你有否笑得特別一點 例如 那種 本來我也會擔心自己很悶 但是現在經過聊天 有時候我也會覺得自己 帶了一些話題出來 或者有一下會說到一些話 大家都笑 我也做到這個效果 我現在也覺得OK 現在 Sika一定是一語驚人的朋友 她拍攝節目的時候 是出奇地靜一點 她沒有那麼多話說 她私下會比較多話說 但她拍攝節目的時候 她會比較靜一點 多數是聆聽和笑多一點 但她一說話 就整個人爆笑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她的優點 她有很多東西分享 因為她有很多朋友 很多趣事發生 她有很多真人分享的東西 對 我生活不知為何 很多奇怪的事情 我經常跟她們分享 我是記憶型擔當 再等於有勞 就是智慧型擔當 我是 兩回事 拍戲 拍戲很想試 拍戲拍劇 演戲方面 因為始終跟綜藝不同 我們現在是比較做自己的 把自己的真實性格展露出來 但拍劇不同 拍劇是另一個人的人生 我可以體驗另一個人的性格 如果有機會拍劇的話 如果你的劇本很好 你很喜歡角色的話 你就可以豁出去 可能《造星》我都要扮過 主婦 我都可以扮港女 可能是江頭 不過我覺得 到時候如果真的 劇情需要 其實專業的都一定可以 我要做 《Make a View》的大胃王 對 我真的吃太多東西 我有肚餓症 所以我想試試一些 關於飲食的節目 而且我真的太愛吃東西 演戲嗎 因為太難了 我想的 但我不敢說想的 其實我兩樣都不選擇 因為作為一個成熟的人 我是不選擇的 我不選擇工作 我什麼都可以 別人選擇我 導演、監製選擇我 我什麼都可以做 我都很開心 有一刻會在想 原來 做這一行不太簡單 真的好像 你的一舉一動 都會被人看著 甚至有些事情 你是 解釋 都沒有用 我希望其他人 會看到我另一面 就只專注在那個位 因為他已經是 過了 還有 有點委屈 所以我希望 遲下 用其他 演戲 還有 讓大家看到 用作品說話 我經常都會覺得 我才是我自己最大的 有些人 有些時候 我都會 因為我經常都會自我審視 例如拍完一個節目 我會覺得自己很差 我是那些想不開的人 我便會攻擊自己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自己的攻擊 都能承受過 因為我的攻擊力 我覺得自己對自己的攻擊力 其實更殺傷過 我平時看的留言 其實我自己都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裡 我不會說我很好 所以我不聽你的留言 因為 雖然他們攻擊的方法 有些真的 我覺得不太不健康 但是 其實 都有他的原因所在 我明白 動機 不代表我接受他這個行為 所以我便會自己 再消化一下 所以都不會特別 被他影響情緒 但你說有沒有哪一句 很傷害呢 反而沒有 但我覺得 有些少行為 會令我覺得傷害 就是 欣賞藝術的角度 例如 例如 我很努力排完一個作品 我第一回合的 《全民街鼓》 很努力排完 其實我希望大家 欣賞這件作品 但大家會因為我的樣子 因為我的外表 而去踩我的作品 就說 你這麼醜 你這件事 怎麼跳都不會好看 這麼醜 看來做甚麼 我就會覺得 如果我從一個藝術的角度 和我本身是一個舞者的角度 我就會覺得 我希望你是欣賞我這件作品 而不是欣賞你用女團的標準 代入去看 我很欣賞盧凱彤 和我很欣賞梅艷芳 因為盧凱彤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真誠的歌手 而她很堅強 我覺得她 所以我也很想像她這樣 又可以很真誠 又可以很有感染力 胡彥芳就是很想像她這樣白變 無論去到哪裡都可以 已經不是那個姿態 而且她很好 其實她是一個很貼地的藝術 又可以做到很高高在上 但又可以去到那種植根社會 所以想和自己所在的地方有個連結 實質一個榜樣就沒有 但我自己都會希望 自己未來可以做到一個全能的藝術 我希望好像泰森Yoshi一樣 因為我非常喜歡她的風格 因為她很健碩 證明她是一個很堅持 有毅力 有毅力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已經令我十分佩服